杜荣的周末一文志 遇见每一个值得记住的光影瞬间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周末一文志 在本月初第106届的普利策新闻讲公布了 可能因为本身是一个媒体从业者的原因吧 所以每一年的普利策我都是会关注不少的 不同于去年获奖作品 很多都是集中在关于疫情世界 大家是怎么样去抗议的 那么在今年获奖的名单当中 更多的是聚焦于后疫情时代下的视角 今年获奖的作品主要围绕着什么 种族歧视 选举 女性的社会安全 芝加哥火灾以及911事件 整整20年后的社会等等 五花八门什么内容都有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今年普利策的突发摄影新闻讲 一部分是给了盖地图片社 他们有一个全系列的报道 关于美国去年1月6号国会暴乱事件的一个全面的记录 另外一个奖是给了洛杉矶时报 他们捕捉到了美国在去年8月份 从阿富汗撤军之后 整个原始的紧急的一些图像 我们先来看第一组图 这是在去年1月6号 特朗普煽动了万人进京其王的行动 让美国的国会山一度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围攻的状态 那么盖地图片社呢 他们拍了一组经典的照片 我们看这一张张都是反映当时的现况的 有暴徒手持美国国旗 脸上戴着那个防图面具 还有袭击国会大厦的这个歹徒 你看他的动作 单手悬挂在墙上 我觉得这个身体素质要很好的人才能做到 还有像国会警察在混乱当中 帮助众议院的议员逃脱 以及特朗普的支持者们 扛着那个议长的讲台 很得意的挥舞手臂等等 另外你看这个川粉 他在这个参议院的会议厅当中挥舞旗子 上面写的是特朗普是我的总统等等 另外最著名的是这个头戴牛角帽 脸上涂着这个美国国旗的萨满 正在大喊着自由 还有呢 像华盛顿特区当时大楼周边 形成警力防守的状态的照片 都被记录下来了 所谓当时的这个近京秦王 可以算得上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永久的耻辱吧 他提醒着所有的这个美国人民主的这种脆弱 好在当时有这样的一些照片 为我们记录了那个非常生动的一刻 要不然我们什么都看不到的 那么第二组照片呢 是比较直观的体现了 美国在去年给外部世界的这个造成的 平民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在去年8月份 我们都知道塔利班又恢复了 对这个阿富汗喀布尔的这个控制 那这组照片呢 就是记录当时的这个混乱的场景的 在和美国近20年的斗争之后 时转事宜 塔利班又回来成了阿富汗的这个新的法律和秩序的一个执行者 那阿富汗的人民面临着怎么样的一个未知的世界呢 这组照片都记录下来了 像医院里面的伤者躺在康复病床上啊 还有喀布尔的社区啊 美国无人机向住宅内的汽车发射导弹 现场到处都是残骸 我觉得最气的就是这张照片看到了 本来他是针对极端分子的空袭 最后反而夺走了10个平民的生命 那么其中还有7个是儿童 然后后来美国也不愿意去负责任 总的来说呢 美国花费了2万亿美金 经历了四代总统成功的在阿富汗这个地方呢 把阿富汗的政权从塔利班的手里夺过来 最后又换成了塔利班的这个政府统治了 那洛杉矶时报记者呢算是冒了生命的危险 拍下了这样的照片 记录了在去年的一年当中 美国的一些内部的动荡和外部的一些事物 其实我们会发现啊 如今的时代自媒体蓬勃发展 每个人只要你有一部手机 只要你有互联网 都可以成为一个新闻资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 那么作为一个真正专业的 或者说有职业要求的这种记者和媒体人 如何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标题党 为了流量在利益的驱使下 不断的去制造一些虚假夸张的新闻的这种前提之下 恪守这种职业道德的底线呢 今天我们就要从普利策的新闻讲和大家说说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这个真真假假的新闻世界 我们今天要先简单的从普利策讲给大家介绍开始啊 普利策讲的又叫普利策新闻讲 他是目前全球新闻界的一个最高奖项了 堪比被称之为是新闻界的这个诺贝尔奖 你就知道这个等级和荣誉是多么的高了啊 那么他是根据美国报业的一个巨头 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夫普利策 在100多年以前根据自己的遗院所设立的这个奖项 然后延续下来 最早是在1917年开始设立的奖项 现在算下来已经有一个世纪了 已经有106年的这个历史了 那么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普利策一直算得上是新闻业界的一个标杆 从最初新闻讲的设立 到后来又宽延到什么文学讲 涵盖到艺术讲等等 算得上是所有从事相关的文字新闻工作者 人们心目当中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里程碑一样的奖项 那普利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出生了100多年前 1847年在匈牙利一个犹太人家庭里长大的男孩 那他小的时候呢 其实一直有一个志向 就是希望能够参军 可是他的视力不好 然后身体呢又是比较瘦弱的那种 当时在匈牙利那边呢 他这个入伍参军没有达到身体的要求 没选上 后来各种原因吧 他加入到了这个美国的部队当中啊 变成了一个骑兵 那么在1867年20岁的时候呢 就加入了美国国籍 后来退伍之后呢 他就在美国当地工作 做了一个记者的工作 那他在想当兵的人的那种勇往直前好胜的那种心呢 也是沿袭带掉了这个新闻的从业当中 话说普利策这个人呢 他就是那种强烈的求知欲 以及那种勇往直前的精神吧 后来让他的这个新闻呢 就写得特别的好 他非常善于去调查新闻背后的那些故事 挖出其中的一些阴暗的东西 那慢慢的 他就越写知名度越高嘛 后来呢 他还很有一个商业的头脑 他不单单自己是一个著名的记者来写新闻 也买下了当地 最早呢 他是在这个圣路易斯就花2500美元 买下了当地的一个报纸 后来越办越大越办越大滚雪球啊 他就成了多家美国这种早年的这个报业集团 唯一的一个经营者 你想他当然攒了多少钱下来啊 那说到普利策在经营报纸的过程当中呢 很多人就想到 他是不是像这个媒体大亨莫多克一样呢 其实他跟莫多克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莫多克经营的那些报纸 无论是电视媒体啊 或者什么太阳报啊 小报啊之类的 你会发现他纯粹是从一个商人的角度去经营的 他不管你这个是狗仔队挖的什么八卦新闻 娱乐新闻 不管我写的是不真实呢 你会不会告我 我只要有流量 能卖出去就行了 但是普利策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非常注重这个新闻求真求实的精神 他对报纸发表的要求是新闻必须是真实的准确的 然后呢文字要简洁通俗 要花力气写好社论 社论这种东西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啊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报纸都没有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之下 算得上是坚持一种对于新闻的求真的一个初衷吧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我们知道报社啊 或者一般的媒体当中所沿用的这个编辑记者的制度是这样的 通常的记者是出去外采 然后来撰写 之后呢再由编辑进行审核润色发表这么一个套路 那现在的媒体全都是用这样的套路 而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从普利策他来开始实行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普利策叫为是现当代的这种报业的先驱 或者是创始人的话 是绝对不为过的 那么时间就后来到了这个1911年普利策去世呢 他立下了一份遗嘱 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当时的格伦比亚大学 然后在这个大学当中呢 专门成立了一个新闻学院 所以如果说现在谁在美国读新闻 是在这个格伦比亚大学割大的话 就会觉得哇 这个是新闻界的新闻学的这个最高学府了啊 那除此之外呢 他就设立了这个普利策的奖项 从1917年开始颁奖 最早的那一年呢 只有四个奖项 后来在不断的发展壮大的过程 到今天已经有14个新闻类的奖项 以及7个其他的这个创作文学类的奖项了 然后每年在4月份的时候公布到5月份颁奖 绝对算得上是新闻界的一个盛世 如果您对普利策奖这个名字感觉有点陌生 但是说到这其中最著名的摄影奖的那些经典作品的瞬间 可能一看图片 你就觉得啊 原来是这个啊 我还是蛮熟悉的 我们和大家分享几张经典的图啊 先看到第一张的是1968年的一个获奖作品 这个作品有个名字叫做生命之吻 那这个照片呢 有一个相当戏剧性的背景 话说当时啊 美国的一个摄影师 他叫做这个罗科莫拉比托 在路上正开车的时候呢 就发现路边一个被电压击中的电弓 他是直接倒挂在这个安全带上 在一个电线杆上的 然后他叫了一辆救护车 赶紧说希望来救人 与此同时呢 当时有另外一位巡线员就爬到这个电线杆上面来 通过人工呼吸的方式成功的把他的同事给救下来了 然后当时因为这个摄影记者在底下嘛 职业的这种习惯 让他就抓拍了这么一刻 而且后来那个电弓也幸运的活下来了 活到了60多岁 那么非常幸运的一刻记录下来 也成就了这位摄影师 成了一个普利策的获奖人 这张照片如果你看到的是幸运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张是1973年的一个获奖作品 名字叫做战争的恐怖 我记得我们当时上新闻学课的时候 曾经分析过这张照片 他的这个摄影师叫做尼克伍特 他是一个这个越南裔的美国人 拍的这个画面中间是一个正在奔跑的9岁的一个这个越南女孩 那他当时为什么跑呢 就是因为这是越战期间嘛 你看这个天上是黑压压的一片 当时是有凝固的这个汽油弹正在向地面进行袭击 那这张照片呢 也是摄影师抓住了这个千钦于发的这一刻 照片是1972年拍的 当时他供职的美联社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就是禁止各个年龄阶段的这个男女的裸体出现 所以虽然这张照片跟色情没有任何的关系 可是也是经过了长期的讨论之后 才能够在报纸上得以发表的 一经发表之后 大家对于战争的那种恐怖也是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然后这个姑娘呢 她当时爸爸妈妈在这次袭击当中也是不幸的身亡了 然后她因为照片而使得被关注到 后来呢也是被救到了其他的国家去 现在据说她本人已经成为了联合国的一位亲善大使 在加拿大生活也有丈夫也有两个孩子 所以你看看一张照片就改变了这个小姑娘的命运 然后呢她也和摄影师到现在都是好朋友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这张是1994年的获奖作品 它是一张彩色照片了 这个在普利策的摄影奖当中也是争议最大的一张 1994年呢凯文卡特他到这个非洲去 当时非洲正在大饥荒的时代 他拍下了这张非洲小女孩 这是一个已经挣扎在生死线上 要爬去救护站的一个小姑娘 她背后呢就是一只突鹫 正在虎视眈眈的盯着这个小孩 一旦他没有生命之后 那突鹫可能就上来就把他吃掉了 那这个照片登出来之后呢 让全世界的人都开始关注非洲的难迷 也让卡特一夜成名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卡特面对了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疑 人就问他说 你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不去帮这个小女孩反而去拍照呢 他就辩解说 我当时镜头已经对准他了 我心里说上帝啊 但是我必须先把这个工作做完 所以我就把这张照片拍下来了 拍下来之后 我就上前去把这个突鹫赶走了 然后坐在树边 他当时心情特别的差 点了一支烟大哭一场 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他的这种心情吧 也没有原谅他 依旧是有很大的这个争议 几个月之后啊 才33岁的这个摄影师卡特 没有办法承受外界的压力 于是在汽车里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摄影者他既因为捕捉了人类的苦难 而获得了荣誉 同时也因为没有办法摆脱良心上的那种责难 而觉得非常的痛苦和内疚 所以卡特的这个事件到今天 还是有很多人在讨论着 一到灾难的时刻 我们就说这些摄影的人啊 记者的这个责任是什么样的 既要记录这一刻 又恰恰是一个人的责任 应该是先于你的职业要求 还是要先于一切 这个就是到现在都可以在讨论的问题了 人的属性是不是应该超越他的职业属性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话题给大家 大家来看看 来谈谈您的看法 好 讲完了经典的摄影作品之后 我们再来说说关于普利策当中的很多深度新闻报道 现在的深度报道是越来越少了 而且有时候即便有也都是假新闻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我们下一节再说 好的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周末一文志 我们从普利策讲来说说新闻的真实性 除了经典的摄影作品容易引起关注 当然因为现在是独徒时代嘛 普利策讲还有一个沿袭的传统 那就是深度报道 调查丑闻的新闻 一般都比较会受欢迎 每一年的普利策获奖作品都是当年全球新闻报道里面 鹤立鸡群大家都知道的新闻世界 那么这些报道呢 有的能够改变揭露一些权贵的这个仇恶的嘴脸 还有的甚至能够让一个国家的正要的地位受到威胁 我们和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是2018年 当时最轰动的就是获得了公众利益服务奖的纽约时报 以及纽约客杂志 那他们当时呢是报道了一系列 针对好莱坞的大制片人哈维·维恩斯坦的这个性侵事件的内容 我相信大家都读过 这个维恩斯坦有多著名 他监制过的电影 总共获得了81座奥斯卡的小金人 你就想想他在好莱坞是多么有这个影响力的一个人 但是对于他的指控是越来越多 有75名女性曾经指控他曾经对自己有过性骚扰或者是不当的那个事情 那从这个事件开始呢也引发了一场me too的运动 数以百计的女性都出来指控自己生活的工作的领域 知名度很高的男性曾经对自己有过性骚扰甚至是性侵害 那所属的范围开始是这个好莱坞 后来就变成了商界娱乐界甚至是政界 像中国也有连教授都被指控出来 整个运动呢遍布到全球的很多国家 可以算得上是一次新闻事件对于公众利益 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和推动的事情 但是这一类的新闻报道呢 背后往往都是无数记者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的 他们可能必须要长时间的让自己处身在某个领域当中 才能够洞察这个背后的事情 而对于被调查的人呢通常都是一些名人权贵 有一些可能还是黑帮或者是国家的政要 那么这个强权给你的压力都是轻的 严重的时候甚至是不惜以记者的生命为威胁 都要阻止这样的一个丑闻被曝光的事件 我们和大家来讲一个这种调查记者的事情 是发生在2007年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位在美国还当年蛮知名的叫做昌西贝利 他是一个调查记者 有一天就是在去上班的路上被枪击身亡的 他在被杀之前呢 就是刚刚被自己的上级叫停一个正在进行的新闻调查 当年他被杀的事情出来之后 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很多他的同行们都纷纷的自发组成一个调查小组 自愿的为他来讨回公道 而根据最终的这个调查结果发现 他之所以被人杀了 就是因为他调查的这个新闻对象去买凶来杀他的 那这些种种就造成了一个调查记者举步维艰的整个环境 所以你看啊 现在世界各地的这个调查记者啊 或者批评尖锐的记者 数量锐减就是这样子 卡书杰那是被杀的最著名的例子 我再给大家说两个宏观当中具体的国家啊 一个是中国 一个是英国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的一个统计 截至到2017年中国有几十万的新闻从业大军 但是这其中的调查记者不到175人 而这些记者当中啊 大部分都是80后 也就是说新加入的一代年轻的记者是少之又少了 老的记者可能都慢慢退休了 虽然很担心说 这些人退休之后 以后中国还会有下一代的这个调查记者吗 还是只有那些写一些娱乐八卦的狗仔记者 那以后可能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 你不是看到了领导开会 要不然就是狗仔队在这个什么机场拍到的明星八卦的追踪等等 再来看另一个国家 全球最大的新闻广播机构 大家都知道吧 这是BBC啊 他们是自己本身放弃了调查性的新闻报道 为什么放弃呢 BBC有全世界最大的一个记者顶尖团队 拥有全球丰富的这种媒体资源 他们有4000多个外派各地的记者 也是英国拥有记者最多的新闻机构 没有之一了 但是很神奇的是 这4000个记者当中 没有一个是从事调查新闻性的报道呢 为什么 因为调查性的新闻需要长期对事件进行跟踪调查 这期间会消耗到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然后很多时候 你就算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金钱来调查 很可能你是一无所获的 所以你前期的几个月的付出铺垫 可能是复制东流 并且退一万步说 就算你挖掘到了真相 你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写出来 在审批的过程当中 并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够被报道出来的 大家知道中国原来有个节目叫做新闻调查 很多都是到最后一步了 上面说不能报 尤其是涉及到名人的新闻 一卡的话你就完全就没有办法再做了 再退一万步说 就算这些新闻真的有一天被曝光了 但是其中的这个名人 他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的去请律师 把新闻机构再告到这个法庭上面 挽回自己的名誉 通常会花很高的价格 请很好的律师 这样一来最终的结果呢 就是你要去应诉的话 也是花了钱 然后恕了敌 损伤了名誉 两败俱伤 所以啊 不只是BBC 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新闻机构呢 他们更愿意把这个资源 把钱花在纪录片的制作啊 名人的专访啊 传播文化类的节目 就即便是文化类的节目 他们也愿意往这个方向去转 而不愿意去做深度报道了 当然 虽然各个国家的调查记者都遭遇到这种令人很堪忧的局面 但依然还是有那些个别的人 他们为了真相做这种自由记者 为了公平正义去日复一日的揭露一些丑闻的现象 好 接下来这位我们看到的呢 他是非洲加纳一位非常著名的蒙面调查记者 他的名字叫做阿纳斯 他在加纳当地已经担任了17年的这个记者工作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子 是一个蒙面记者 因为他一直不断的在追踪曝光一些加纳的丑闻 特别是来自于官方的 那么他曾经有两年的时间啊 就是专门去调查在加纳这个政府内部的那些官员贪污腐败的情况 后来就发现了12个高级法院的法官 22名初级法院的法官已经140多个普通的官员受贿的事件 全部都被他曝光出来了 所以他要保护自己这个卧底潜伏的身份很危险的 即便他后来获得了很多国际奖项 奥巴马都给他颁过奖 可是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实的面目 他永远戴着这种余夫帽 然后前面是有装饰品那种帘子 把脸全挡起来的 那阿纳斯的这种卧底报道呢 给社会带来了几大的影响 不仅使得各行各业的一些罪犯被曝光 而且最后还能绳之以法 算得上是为国家的这个经济方面 也有一个挽回很大利益的好处 那他的这个报道 甚至能够直接推动加纳法律的这个建立和完善 这的确是让人非常佩服的 毕竟他干的事情是有生命危险的 这样的记者能够给世界带来美好 但是我们看到的一点 确实在现在的社会当中 有很多的记者他们不是报道真正的社会丑恶的事情 而是为了轰动的效应 为了能够拿到大奖去发一些抹黑的报道的 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说到的 这个是2020年普利策获奖的这个作品当中的获奖者 他是来自于美国的这个Buzzfit新闻网 他们当年撰写了一组抹黑中国的这个新疆政策的系列报道 获得了美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奖 普利策奖 那么这个网站呢 它是美国自由派的一个新闻网站 也是他们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 所以他们一得奖之后呢 网站的主编就特别兴奋 然后在网上公布了自己这个获奖的感言 他说我们报道的这个新疆的事件 是曝光了当代社会一起最恶劣的人权侵犯的案件 但特别荒唐的是 他们在当年2020年8月份 刊登了这组抹黑新疆的报道之后 其实当时报道出来 大量中国的网民和媒体 在第一事件就对这个报道的真实性提出了这个质疑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的环球时报 他们的英文版本呢 当时就指出说 虽然这个Buzzfit的这个三名记者 宣称他们是通过卫星图片 发现新疆有300多处 关押少数民族的这个集中营 但中国的网民后来通过这个地图 百度地图就发现 这些记者所列出的地点 要不然就是当地的普通的工业园区 要不然呢就是居民小区 甚至还有当地这个条件非常好的五星小区 然后新疆当地的居民呢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表示说 这些记者的做法就相当于是开局一张图 有了这个图之后呢 其他这个点是干嘛的 他就给你全靠编 给你编了这么一个故事出来 所以整个的新闻事件出来之后呢 就被中国的网民发现漏洞百出 可是在西方社会当中 没有那么多人去过新疆 他们并不知道 后来呢 外国的这个网民就发现啊 这组报道本身呢 是由美国国务院下属的一个机构 叫美国国际媒体署 他们又下属了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叫做开放科技基金项目来赞助的 所以报道当中啊 绝大多数的证据呢 也是由美国政府所资助的一些反华的分子 他们来提供的这个内容 那这个Budfield呢 他们这组抹黑新疆的报道的第一作者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美籍印度裔的记者 名字叫做李湘梅 还有一个中文名字 他这些年来其实一直在不断的 来进行这种迎合访华的这种报道 而且还支持法轮功等等 当然这不是一个个例 其实早在这个之前 普利策的国际新闻讲 已经有过这样子报道 就是发奖的那些获得者 都是不实报道了 比如当年美国政府在媒体上撒谎说 伊拉克有大量的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拿这个洗衣粉来说事 那么当时令美国顺利能够入侵伊拉克的 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前记者 朱蒂斯米勒 他当年就编造出来这个假新闻 那么前一年呢 他刚刚因为对于中东地区 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系列报道 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所以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啊 就是很多美国的媒体 他们的年轻记者呢 希望能够快速的进入到这样的名人堂当中 能够快速的出名 甚至是能够拿到奖项 他们会为了符合这样的一个利益需求 而去做一些投名壮士的这种报道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舆论场上 不断的有配合政府的这种抹黑别国 抹黑那些和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报道是越来越多了 其实不仅在美国的记者像英国呀 澳大利亚都有 当然你说中国内部有没有 也是有的 真正的客观的独立的能够报道一个新闻事件的这种记者太少了 大部分都是跟风无脑抹黑的这种主流的情况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从普利策的初中开端到现在讲到了整体全球的一个媒体舆论的现状 有的人说这十几年来新闻记者这个行业算得上是江河日下门槛越来越低了 不说别的就当我看到某个新闻报道的时候都会秉持着一种让子弹在飞一会儿的心情 因为越来越不相信这些媒体了 需要我们每个人独立的甄别和判断的能力 有人说这是做新闻最好的时代 因为大家都可以成为自媒体拥有自己的话筒能够说出一呼百应的话 也有人说现在是做新闻最坏的一个时代 因为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当初怀抱着一个记者的梦想 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可能要为了自己的生存 为了点击率而不得已一步一步的远离初心 所以在这样的时代我们可能更呼唤的是 有良知能够坚持说真话的新闻记者个人或者是新闻媒体的集团 阴暗的事情从来都不会消失的 关键是看我们如何能够通过这些阴暗的表现 能够看到那些坚持报道真相的记者 毕竟我们还是应该对正义有那么一些信心的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关于普利策新闻讲所带出的系列话题 如果您对于新闻的报道有一些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也欢迎大家在YouTube的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